一星期一本书 作者一本书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拉到文末 为我们点个赞看 最近电视剧《安家》正在热播 剧中的情节也一度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每一个房子背后 都承载着主人的生活故事 让我们得意窥见人世间的百态 其中最惹眼的是一套上海的老洋房 房主是一位姓公的先生 因为家族企业资金断裂 所以想把这套老房子卖出去 预估价在1.5个亿 本来房子很快就能脱手 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太表姑奶奶 脱家带口的赖住不走 还扬言要和公先生分房款 原来当初 太表姑奶奶丧夫走投无路之下 带着两个孩子投奔公家 公先生看他可怜 便在洋房旁边给他们搭了间小平房 供他们的两个儿子上学工作 结婚买婚房 平时没少照顾他们家 后来太表姑奶奶一家搬走了 中间再没有联系 直到听说公先生要卖房 才故意跑来敲竹杠 公家顾及过去的情分 商量给三百万的安家费 最后又加到一千万 他们还是不满意 狮子大开口要五千万 那副贪得无厌 恩将仇报的势快嘴脸 让人气得牙痒痒 我为你雪中送炭 你却为我雪上加霜 贪心不足 蛇吞象 还不懂得感恩知足 这才是人性最大的恶 应该有不少人听过 农夫和蛇 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 故事虽短 可寓意不浅 现实生活中 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受到他人的恩惠 不但不知感恩 反而加以算计 恩将仇报 朋友佳佳给我发过微信 吐槽他在公司 遇到的一件事 前段时间 他新入职了一家公司 每到中午饭点 有几个同事 就会叫他帮忙带饭 因为是新人 他便硬承了下来 可每次带回来了 却没有一个人 主动转钱给他 一开始 佳佳觉得是小事 也有点不好意思 就没有主动提 时间一长 他发现 自己为同事店的饭钱 已经越来越多 就顺口和他们说了一下 没想到 却在洗手间 听到了同事们的 嘀嘀咕咕 这么点小钱 也要在意吗 佳佳彻底寒了心 明明是他帮忙带饭 怎么到头来 却成了他的不是了 他这才明白 什么叫 人情薄如纸 人心凉如水 自此 他收起了 往日的和善 果断拒绝了同事 帮忙带饭的要求 想起三毛 说过的一句话 朋友之间 相求小事 顺水人情 理当成全 过分要求 得寸进尺 是存心丧失朋友 最快的捷径 就像佳佳一样 帮你是情分 不帮是本分 带了饭给你 不说声谢谢 也就罢了 但千万别得寸进尺 觉得那是 别人欠你的 如果诸人为乐的结果 反而是两头不落好 那久而久之 谁还会愿意善良呢 顺而为人 可以不完美 可以不优秀 甚至可以趋于平反 唯一不可以的 就是忘恩负义 荣华富贵的时候 不能忘记 雪中送炭的人 风生水起的时候 不能忘记 一起吃苦的人 事业有成的时候 不能忘记 鼎泪相助的人 或许 你我生而平反 但唯有心怀感恩与善意 才能照亮温暖彼此 幸福也会与你我 不期而遇 每句 吸血鬼日记里 有两句经典台词 为什么你不让别人 看到你善良的一面 因为如果他们看见了 就会期望我 一直是善良的 是啊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主要来源于 有那么一拨人 总是义正言辞 斥责别人 却唯独忘了严格要求自己 忘了审视一下自己 看看自己是否在别人 遇到困难的时候 献上过一份自己的爱心 英国慈善家 奥利福·库克 一生乐善好施 他为皇家退伍军人筹款 长期给数十家慈善团体募捐 为了能帮助更多的人 他几乎捐出了自己全部的退休金 自己过着拮据的生活 但是他的善良 并没有换来人们的赞扬与感激 相反的 库克每天都能接到超过两百封邮件 和无数通电话 那些得到他帮助的人 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责他 给的太少 善良 永远填不满 欲望的沟壑 原本的善举 在贪得无厌的人眼里 竟然也能成为 必须履行的义务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 边际效应 讲的是 第一次接触事物时 情感体验最为强烈 但是当第二次接触时 就会淡一些 第三次更淡一些 以此发展 我们接触该事物的次数越多 我们的情感体验 也越为淡漠 一步步去向乏味 感恩也是如此 第一次收到来自陌生人的帮助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心存感激的 但如果同一个人 对他失会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百次之后呢 他只会将别人的好 当作理所当然 哪怕你日日对他掏心掏肺 哪怕你也遇到了难处 可只要有一次帮助 没有达到他的预期 怨恨就会在心里生根 所以 恩不可太过 这样才可以维系 永远不会满足的人心 事不可作绝 这样才可以预防 无法预测的变故 别对一个人太好 你若付出的太多 善良就会变得廉价 久而久之 别人也就不再把你的恩情当回事 我们常说 生而为人 应当善良 却往往忽略了 人性的复杂与贪婪 当然 我们要守住善良的底线 但是有时候 一味的善良和妥协 不仅不会感化恶 反而会令坏人 更加肆无忌惮 看过一则故事 有位修行者 在水边打坐 突然听到 异常的响动 原来 是一只蝎子落水了 正拼命挣扎 修行者决定救他 刚伸出手 就被蝎子遮了一下 他忍痛 把蝎子放到地上 继续打坐 不一会儿 蝎子又落水了 修行者无惧 再次出手 岂知又被蝎子 狠狠遮了一次 朋友一禅师 看见了问他 蝎子一而再 再而三地遮你 你怎么还要救他 修行者说 遮人是他的本性 慈悲是我的本性 这时 蝎子又落水了 修行者正要伸手去捞 蝎师捡了一根树枝 蝎子顺着树枝爬了上来 蝎师笑了笑说 慈悲没错 但首先要对自己慈悲 好好保护自己 才能对众生慈悲 大千世界 人心犹如深潭 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对他好 就像农夫永远五不热蛇 东郭先生也喂不饱一只白眼狼 别助长了恶的气焰 也别亏了自己的底线 人越长大 越明白过于善良就是懦弱 也越懂得要保护自己 不受他人伤害 愿你珍惜那些 在你有需要的时候 总是会及时出现在你身边的人 也愿你成为 可以给别人带去帮助和温暖的人 希望所有的真心都有归处 董卿说过 有棱角的善良才是真善良 没有锋芒 没有棱角的人 很难在这个粗鄙的世界走得更远 尽管善良看上去充满美好 但它同样脆弱 如果过度释放自己的善意 也许这会成为你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世界上从来没有一种付出 是理所当然 千万别把你的善良 给了冷漠无情的人 千万别拿你的好心 去帮助不知回报的人 往后余生 让我们的善良带点锋芒 这篇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收听 喜欢这篇文章 欢迎转发到朋友圈 和更多的朋友分享 今天就是这样 文倩在小龙虾之乡 火北前江 祝你晚安 这篇文章就和你银行 何